字幕君 哼哼哼 幹誰記得住啊 呵呵呵呵 什麼鬼啊 誰記得住啊 靠腰啊 欸沒有這樣烤的啊 可以放過我嗎 找到這裡再轉 到這裡 喔是在這一格喔 好 抓到了 這樣不抓到我號三遊戲 那個 因為是招牌也是 命名為 約翰招牌 你的代言任務 確實結束囉 約翰招牌約翰 可以囉 招牌約翰 那麼 前進吧 呵呵呵呵 我快殺人了啦 這到底是什麼 這遊戲專門欺負耐心 真的 不是 我覺得它那個是 我很討厭這一種類型 你知道嗎 喔 恰好像變脆弱了 喔 好危險 喔喔喔喔 這是造明的意思嗎 氣球 剛 剛才的是 喔 氣球 它得飄過去了 在木箱上纏著什麼東西 說是什麼東西 光看就知道了吧 這個是 店長 該不會 是想說是 店長吧 這 怎麼可能 城市都送公軍真壞心啊 哈哈哈哈 是不是氣球對吧 那多小事我 邦然知道啊 是啊 你邦然知道啊 就像我當然知道 你是一個 錯字大王一樣 呵呵 邦然知道 OK啦 OK啦 我知道的啦 人有時候會講錯話啦 呵呵呵 邦然知道啊 對不對 而且還不是一般的氣球 是被我創生出來的 活著的氣球 雖然我也不懂 為什麼會纏在木箱上面 他們那樣看來 是不會逃走了 總之 還是以飛到另一邊的 氣球為優先吧 好 說的也是呢 我邦然知道啊 是木箱呢 嗯 是木箱 呵 所以我們現在要直接到對面 是不是 可是要怎麼到對面啊 橋壞了過不去呢 我先說一聲喔 把橋創生出來什麼的 再怎麼說也都辦不到的啊 嗯 那能用什麼東西代替嗎 做 做得到嗎 是用什麼東西代替喔 推嗎 推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到底什麼時候開始要多一個奇怪的抽號 現在開始嗎 現在開始嗎 阿蘭攻擊你又多一個新抽號了 地下室 地下室 不行耶 我想還是不要太靠近比較好吧 沒關係喔 有柵欄嗎 不是啦 我只是覺得 柏欠你那麼小隻 好像很容易就會穿過去了 欸小幽安安 剛剛忘了打招呼 小 子 等一下你對小子這兩個字很有意見嗎 好可疑的袋子呢 雙皇爵 雙皇爵 裡面放什麼啊 自己打開看 奇怪 裡面什麼也沒有呢 對 沒什麼特殊用途呢 但總覺得顏色 等一下喔 這該不會是要我們按照它的顏色來 排吧 例如說 呃 我們剛剛丟的是這一個的 所以 第一個是沒有顏色的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把這一個推過去 就是上面那個是 告訴我們說 呃 我們要推哪一個過去 這樣子 啊 按錯了 它那個橋的順序 是有順序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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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可以耶 果然如此 是不是 覺得這個遊戲好多解謎 對啊 就是 它說它這個解謎是有 比較難一點的 紫色跟黃色嗎 這一個 上面那個袋子其實是提示我們說 提示我們說那個 他們的順序 因為你看到第一個 它袋子是沒有顏色的 它是 它就是單純木頭的顏色 所以我們第一個放的是木頭 然後第二個開始它就有顏色 三個四五這樣子 所以我想說會不會是按照這個順序 然後綠色黃色這一個 按錯 過了 好 有点 碰不到呢 新生代 沒~~錯 用氣球飛幾秒鐘 弄破氣球 輕鬆爽快 呵呵呵 不用說了 第二個選項 我選定了 我們當初 在舉辦那個 回顧展 就大學的時候在舉辦回顧展的時候 曾經發生一個氣球事件 就我們在那邊所有的東西 所有要死要活的 結果 就有幫忙的人 在那邊一直狂捏氣球 在那邊一直把氣球捏爆 然後我們就說 撞上小朋友 哼 還有些不先把東西收起來 然後再捏 那氣球最後再捏 你懂不懂啊 他說 可是好爽啊 所以 就從那之後 我們就是只要講到氣球 我們就講到好爽啊 三個字 來吧 真可憐啊 我知道了 真正的作戰是 呵呵呵 飛行 所以 我們把氣球綁在A席飛上天 這個距離應該還過得去的 呵呵 說了也是 不過錢很小隻 我很輕 嘛 還過得去啦 你啊 別太說小隻了啦 但是 氣球全部都緊緊纏著 用手是弄不破的吧 所以 囉 就輪到松黃軍上場囉 只要創生出 擁有剪刀特徵的生物就好啦 嗯 確實是啊 喬禍小舟看來是沒辦法 但只是剪刀的話還可以啦 對吧 現在決定呢 就來 湊齊材料吧 湊齊材料喔 剪刀的材料什麼 鋼鐵嗎 所以我們要找 這個好像可以用了 現在呢 那就拜託你趕快吧 我知道了 你可絕對別燒我癢啊 素材是鐵柵欄 再加上剪刀的想像 等一下 那個不是鐵柵欄嗎 那是塑膠柵欄嗎 我再怎麼看都塑膠啦 奇怪了 點點點 是剪刀呢 哈哈哈哈哈哈 他哪有張臉呢 他胸部有兩個臉耶 好可愛喔 呵呵呵呵 好恐怖喔 他奶頭長臉啦 救命喔 我受不了這畫面啦 這雙生物也太可愛 剪刀啊 不過是被想像出來的就是了 欸我突然很好奇 他當初到底想像的什麼生物 把小優 欸不是小優啊 小瞳的 眼睛給弄壞啦 奶頭臉真的 有了鑰匙的潛力 有心理準備啦 我有心理準備啊 只是 只是 只是他那奶 他那有奶頭的臉 那個 不是有奶頭的臉 有臉的奶頭 真的戳到我笑點了 呵呵呵 對啊 不管怎麼看都是剪刀 你看過哪個剪刀是人不說 然後 然後 臉還長在 不是臉還長 臉還長在奶頭上 對啦 好我講話語輪無次 語無輪次啦 唉唷 嗯 那麼 命名為 剪刀先生 真是直接呢 也沒關係啊 那麼 就來剪斷氣球的線過去吧 呵呵 我看一下 持有物品 沒有欸 奇怪 不是應該會有持有物品嗎 好嗎 那麼 剪刀先生 人到你啦 松口的梅術一定很呵呵 我覺得 他可能是抽象大師轉世 有沒有 他可能是避卡索之類的 魚人 講錯了啦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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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小啊 我到底看了三小朋友 嘻 我已經 我已經笑到不知道要說什麼 謝謝你 剪刀先生 那我們走吧 叮叮叮 秋莉怎麼了 好 好 抓到了 恩 因為是氣球 也是呢 命名為 飄浮飄浮 你們的任務 確實結束了喔 我突然覺得這個氣球啦 木板啦 那個 就是那個招牌木板 還比較正常一點 你個大西光 可以囉 飄浮飄浮 那麼 前進吧 那我覺得那個 他創造的其他東西還比較正常啊 那個剪刀啦 鑰匙什麼 就比較詭異了 另一方面 怎麼了 還有其他主角 OK OK 稍微休息一下 他的東西都沒了 可是避卡索 我們老實說不是抽獎 欸 啊 還是 還是什麼啊 我忘記了 反正就抽象大師啊 我對美術沒研究啦 我都忘光了 呵呵 那個是 花和仙人長 是對吧 是啊 我記得 在店面周圍有狀呢 總之 我們過去確認吧 好的 好多眼珠喔 剛剛才發現 他那個中間那是眼珠嗎 你眼淚是噴泉嗎 嗯 果然 是仙人長啊 呵 你咪咪咪咪什麼時候看過那麼多眼珠的仙人長 嗯 仙人長 對吧 靠近的話好像很危險 好像會被針刺到的樣子 嗯 那麼遇到仙人長的話就先迴避 優先達者化了任務吧 什麼鬼啊 這個到底是怎麼想像出來了 宋宏君 要怎麼通過這裡 你們已經明白了嗎 別為這種事出現選項 哼 那種事 根本連回答都不必回答 是嗎 那就好 我姑且確認一下 你說來聽聽吧 嘶嘶嘶 那那個 嗯 咳咳咳咳 那個 哈哈哈哈 我來教你吧 要一邊避開仙人長一邊找到花喔 大概這樣就行了吧 不會被針刺到會被睫毛戳到 原來如此 那麼 既然明白解題的方法的話 好我們前進吧 所以我們要去找 找那個 這個 這個裡面的東西 然後 想辦法找到花就對了 嘿 中了 好正確回答 正確答案 good right answer 對面好像還有花呢 我們過去看看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